在火车站热心协助民众获得公开表扬 他是新北市新庄分局一名王姓袁景 本开是人民保姆 却被发现和诈骗集团勾结 王姓袁景从景12年 原先在担奉派出所任职 昔日长官透露他表现非常好 不知道为了什么和诈团勾搭上 王姓袁景就在这所派出所服务 过去还曾经为热心帮民众找回遗失皮包 登上媒体版面 这回却跟诈骗集团勾结 榨干被害人的血汗钱 检教查出王姓袁景 透过职权登陆165反诈骗系统 替诈骗集团查询警示账户 被害人姓名 银行账号 以及是否报案 再提供给当地增性里长 甚至替他查个资讨债 检检兵份多路 搜索两人住家 最后王姓袁景以三万元交保 被计量大过免值 既然知法犯法 以不试任警察工作 我们将依法计量大过 并免值处分 王姓袁景老婆在市场开面摊 常来光顾的顾客 都曾经看过他到面摊帮忙的身影 评价也都不错 家境看起来还OK 听闻他和诈骗集团勾结 都很讶异 当爸爸了 什么信他要自己负责 然后我们不会去问他太多 那我们的原则上说 你只要不要做一些 违法的事情的话 同样涉案的曾姓男子 是新庄区域民里的前里长 家族过去也曾经引发争议 他的儿子曾在2020年 替朋友讨债引发枪击案件 被问及涉案 他避重就轻 但里长以及警察 都是地方父母官 这回却和诈骗集团勾结 成为稀干财产的帮凶 实在愧对民众信任 三一新闻解采 我们请要闻新北常务报道